驰铁城和苏文谦正是决裂了 原本还希望看到他们两个人再次合作 可惜现在希望破灭 只不过 这对于驰铁城来说不太公平 驰铁城是整部电视剧中最大的反派 但也同时是全剧最感性的人 他对苏文谦付出了太多东西 一次又一次的暗中帮助他 若驰铁城真心想要狙击苏文谦 现在苏文谦早就倒在驰铁城的枪下 可苏文谦也不领情 这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苏文谦是个爱好和平的人 驰铁城则是个以狙击为乐趣的人 为了能够协商养人 作为师傅的脑爹也出面帮忙 首先驰铁城答应退一步 只要求完成任务即可 其他无关的人一败不斗 可苏文谦一步也没有退让 于是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不仅和好不了 二人还成为战场上的敌人 分道扬镳后的两个人自然成为了对手 原本驰铁城还把敌人当作小白羊 这回开始急了 原本对手只是一群什么也不懂的人 对付他们甚至不用 驰铁城亲自出面 但苏文谦的加入 直接改选现在的战局 苏文谦是除了驰铁城以外 最了解水母组的人 甚至要比驰铁城的徒弟还要了解 而这份情报也成为对方的优势 这就导致驰铁城成了烈士的一方 没了隐藏的情报后 再对比两方的实力 水母组现在成了孤立无援的一方 苏文谦可以在明处随心所欲 驰铁城却连买药的资格都没有 一旦和外面的人接触 就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为了能够获得优势 驰铁城绑架了安阳相邻 想要通过他威胁苏文谦 但毕竟也是了解水母组的人 苏文谦看得出来 驰铁城的算计 于是安兵不动 即使队友在一旁急得要命 苏文谦也没有动静 看到这一幕 驰铁城极了 如果按照以前来看 敌人知道自己绑架了敖阳相邻 一定会有所动静 但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 慌了 这已经超过驰铁城的认知范围了 此时的他已经分辨不出战场的走向 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也许眼前的情况是苏文谦设计 又有可能是敌人故意上钩 场面对于驰铁城来说 变得越来越不利 现在唯一能够打破现状的方法 只让驰铁城解决掉苏文谦 但这个难度太高了 苏文谦不仅自己有着强大的实力 现在还有草币大一方的保护 无论是从人数 还是从战术上 持铁城独处于烈士 而且 持铁城现在 无论用什么招式 也都会被苏文谦看破 原本还能够靠着对方 不了解谁母组 从暗处开展新行动 现在最大的优势 已经变成了烈士 根据现在的局势 持铁城想要完成任务 可能性太小了 丧失掉所有优势的持铁城 等待他的只有失败的结局 其实 持铁城本心不坏 他只是一个狙击枪迷 私底下还经常帮助苏文谦 秦子舒 还收留小雪过夜 如果持铁城能够放弃任务 自己投降 加入到苏文谦阵容里 就有希望能够看到 苏文谦和持铁城 再一次进行合作 更何况 现在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还在自己的对立面 如果持铁城能够投降 也许还有机会能够看到 持铁城和苏文谦一起坐牢 毕竟苏文谦之前也是一个暗杀者 这样延续就是最好的结局